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想要來錄一個 我現在在紐約這邊的 Apartment tour 就是來參觀我現在住的公寓 今天其實就是 我房東要來跟我們簽約下一年 因為我們在這邊已經住了一年 好 那就來參觀吧 我現在是站在門口 然後這邊就是我一進來可以看到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邊就是蠻小的 然後前面這邊是客廳 餐桌 然後廚房 然後這個門是廁所 這個門是房間 我剛剛其實就會站在這邊拍的 這邊就是鞋架 然後跟我們要回收的東西 然後一進來右邊這邊就是很簡單的 這個餐桌區 這邊是收納的 放一些衣服啊 雜物啊 對 雜物 就是一些 東西 還有行李箱 這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就是小小的廚房 然後是開放式的 我們這邊小小公寓 可是冰箱卻是蠻大的 它這邊就有水啊 冰塊啊 之類的 很方便 不過這個大概每半年換一次它的濾心 大概這樣子 這邊就是冷凍區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槽 它的那個插電的地方是蠻多的 然後水槽這邊還可以這樣子 洗東西的時候很方便 一樣有一個爐子 然後下面是烤箱 然後上面是微波爐 我很喜歡這邊有白色的這些櫥櫃 它是木頭質地的 看起來就蠻亮的 然後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流理台蠻高的 我三高162用是剛剛好 然後這個呢 就是垃圾桶 這樣打開 這樣子 小電器我就會直接放在流理台上面 然後有個咖啡區 它這邊收納的空間就是蠻多 宜蘭人住的話是非常足夠 這邊我們放的是碗啊 杯子啊 一些調味品 它這個是洗碗機 其實我們都沒有在用它 就是都拿來放一些鍋子 這邊就是我們的客廳區 然後 這邊呢是 Chris的 音樂 section 有新買的電子鼓 然後還有一些 吉他電吉他 Bass之類的 然後我很喜歡我們這個 apartment 的兩個大窗戶 不過這邊沒有什麼view 然後這些 家具其實都是我們上網買的 但我們買的都算是很便宜的 然後它是可以直接 deliver到我們apartment這邊的 然後它有一個43吋的電視 然後立燈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apartment它上面 天花板是沒有燈的 所以我們就找自己在買立燈 房這邊就有燈 所以是還蠻奇妙 這個桌子蠻特別的 它是可以升降 我現在把它升起來 然後其實就可以坐在 沙發這邊呢 做一些事情 像是看書啊 或是用電腦吃飯 配電視之類的 然後裡面它其實可以收納的東西也很多 滿喜歡這邊的地板 Hardwood 那左邊是客廳嘛 然後右邊就是我們的浴室 浴室是大概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滿高的浴缸 然後上面有兩個領域 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滿喜歡這個浴室 它的 收納 有收納 然後 它的 尤其是這個 那個 玻璃 很大 然後裡面也是玻璃 這一側也是有玻璃 然後裡面就放我們的一些保養品 不過它的檯面就是不大 所以我東西有點多 還堆到馬桶上面 然後這邊有裝一個鏡子 我也滿喜歡這個 淋浴頭的 不過它這個 玻璃拉門的缺點就是 它滿常會有水質 然後所以我都用這塊藍色膜布來擦 大概兩三天就要擦一次 然後是這樣子 它有三個開關 最右邊的是抽風的 我滿喜歡這個 牆壁的質感 就很像木頭之類的 然後這邊是那個暖氣 那最後一個門就是我們的房間 房間呢 一樣有個大窗戶 然後 這是我的書桌區 上面這個是冷氣暖氣功能兼具 它是有heat或是cold 然後可以調溫度 然後一樣有個大窗戶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的梳妝台 我喜歡這個白色的梳妝台 因為它其實不會佔掉太多空間 旁邊是那個Nightstead 然後一樣是立燈 這是我們的床 它是queensaxe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 Chris的書桌 好就是這個書桌 然後這是剛剛那個門後 就掛了一些衣服 這個就是放一些雜物的櫃子 然後還有一個洗衣藍莉燈這樣 然後這一面牆呢就是我們的衣櫥 它有兩邊 晚上的時候我會用這種燈 它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 就是用觸控的 然後我現在這個mode是暖氣的意思 然後它有fan或是heat heat就是暖氣 然後可以調溫度 現在是20度 客廳上面也是有一台這個空調 這是我們的走拿 如果對我這個apartment有興趣的話 影片下方有資訊欄可以點開看看喔 有更多關於地理位置啊 價錢啊等等的資訊 這間就是我們的洗衣間 這間就是我們的洗衣間 這一區是紅衣服 這一區是洗衣服 現在有人在紅衣嗎 這就是我們的健身房這樣子 就是小小的啦 然後一點點重訓的地方 然後幾乎都是有氧的 就三台跑步機 兩台滑步一台腳踏車 就是有簡單的配備 就是有簡單的配備 不過每天下來運動的話是還可以啊 上面有一個電視不過都沒有用過 這樓有一個package room 信箱區 那我就簡單介紹到這裡囉 如果有想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看下方資訊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